大家好,我们本节课将来介绍编码转移 本节课将从以下四方面展开 首先介绍URL编码,之后介绍HTML编码 第三部分将介绍JavaScribe的编码 第四部分将总结前瞻部分并给出编码的含义 那么咱们下面首先开始第一部分URL编码 那么URL设计者考虑到安全传输问题 防止咱们URL字符丢失 所以选用了相对较小通用的安全字母表来进行传递 另一方面URL设计者希望URL是完整的 有时需要URL中包含除去通用的 这些安全字母表之外的二进制数据和字符 比如说咱们对应的中文 中文在URL当中传递会进行对应的URL编码 使得其可以进行正传传递 所以URL引入了一种转移机制 将不安全字符编码为安全字符 在传递传输 那么这种转换就叫做URL编码 咱们URL编码使用百分号编码 URL编码包含一个百分号 然后后面跟着两个表示字符的 R4个码的16进制数 例如空格的URL编码是百分号20 当然在网络上你也可以进行对应的寻找 咱们URL编码的网站或者解码的网站进行编解码 咱们在百度里面直接搜索即可 那下面咱们来介绍HTML编码 那么一些保留字符出现在文本节点或标签里是不安全的 比如咱们script document domain这样一个内容 如果加上alert那会直接弹出它的域名 以及document cookie直接弹出cookie 那这时候是一个不安全的 比如说咱们刚才script当中的监括号 有可能就会被误认为标签 如果想要正确的显示这些标签 那这时候咱们就使用HTML编码 那么HTML编码有两种方式 首先是实体编码 一般咱们把这个取缔制服务开头 然后分号作为节目 当然这个分号可以不加 那么这时候咱们这个监括号就会被转换为 对应这个真实的监括号 而不会作为标签来进行使用 和咱们之前介绍的HTML Spear Chars 以及HTML Entities 这两个函数类似 那么除了实体编码之外 咱们还有净制编码 它是以取缔制服 然后警号开头 之后加上字符的数值 然后以分号作为结尾 当然这个分号同样可以不加 那么咱们字符的数值 可以是任意实境质的RSCOM 以及UNICODE字符编码 那么16进制数值需要加上X 那么咱们监括号转换为 对应的实境质监括号 或者16进制的监括号 转换为对应的监括号 咱们骚货将会给大家进行演示 那咱们接下来介绍JavaSquad的编码 那么JavaSquad编码 首先是数字形式 咱们使用反鞋杠EU 然后加上16倍的二进制数 进行编码 或者版分号 这个反鞋杠 然后S后面加上两位的16进制数 按照字符的UNICODE数值进行编码 不足位数的话 咱们以0天充 比如说监括号转换为 这个对应的数字形式是 反鞋杠EU 然后是3C 然后因为是4个16进制数 那它前面补0 这是它的一个编码 那么同样它可以转换为 这个16进制的这个内容 两位的话 斜杠X 然后3C即可 那么同样它有其他的编码方式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的 JSFAC 这样一个编码 这里我们给输入它的官方网站 我们可以在这里直接输入JS代目 然后进行对应的加密 那么同样它可以进行解密 那么经常在CTF比赛当中出现 类似的这种编码 那么它就是一个 JSFAC的这种JavaSquare的编码 一定要注意 那下面咱们说了这么多编码 那么咱们最后一部分将介绍这些编码的含义 那么这里咱们给出XSS设计的一些编码 比如说HTML实体编码 这里给出它实体编码的这种方式 以及它的其他方式 以及它的这种方式 那么同时16进制的实体编码 可以看到加了一个X 然后是4位这个16进制数 然后是这个进制编码 实进制XCM 可以看到咱们使用String fromChart Code 然后读取这个XCM 转换为咱们对应JavaSquare的编码 然后进行执行 以及这里也是对应的 一样的使用String 的FromChartCode进行转换 那么同时也有16进制制编串 可以看到斜杠S 然后对应的两位是6进制数 那么以及Unicode 这里有这个通过Eval进行执行 他们都是通过Eval执行 通过这个编码进行执行 那么会进行自动解码 解码之后的结果 就是咱们对应的这个Payload 这个Unicode使用反斜杠U 然后是两位16进制数 因为它是4位的话 那么前面需要补零 因为不足位数 比如说这样一个数字 那么同时也可以使用URL编码 百分号3C 然后是监控号 然后百分号0是空格 然后百分号3D 应该是等于 百分号0空格 然后百分号3E 是对应的监控号 那么这种也会被 当作GS来执行 那么同时也有GSFARC 这样一些特殊的这种编码 那么它是一种JavaSquad的编码 咱们可以通过网站 直接来进行对应的编码解码 那么经常在CTF当中出现 那么同样还有HTML编码 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 百分号0A是对应的换行符 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 打开浏览器 搜索HTML编码 找到对应的网站 以及其他的这些编码 也可以找到对应的网站 直接进行编解码 那么咱们说了这么多编码之后 咱们这些编码究竟有什么含义 那么其实呢 它就是浏览器对咱们提交的编码 进行自解析 然后进行执行 从而触发对应的XSS漏洞 这些编码的这个作用 就是绕过某些XSS filter 或者是过滤 或者是进化的一些机制 从而使得咱们可以触发 这些XSS漏洞 那下面咱们进行总结 首先通过本节课 希望大家了解URL编码和HTML编码 以及JavaSquad的编码 一定要掌握这个GSFAC 一定要注意经常在咱们 CTF当中出现 那么同时大家也要明白 咱们这种编码的含义 那么它主要是用来 绕过某些安全机制 然后达到触发XSS的这种效果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本节课的全部内容 本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 再见 再见